哈囉,大家好,我是吳唯 來,今天要來講的是這個 我們有關於玩12的一些相關的消息 應該最晚這兩天就會公告 然後並且開放報名 好,我們玩12,講完12就是小羊號年度比賽 終於終於是撐到了這個第12年 今年大家都知道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很多東西都跟以往不一樣 那今年玩12最大的不同就是 這是我們12年來年度比賽第一次 決定不採用WCA認證 因為他們WCA在6月底的時候 他們公告了一套 有關於勝辦WCA比賽的一些私刑細則 如果有興趣的話去看一下 那個規則非常的嚴格 因為其實台灣現在的環境就是 疫情非常的緩和 所以你其實完全感受不到 國外的一些疫情上面的嚴峻 也就是說 他們規定說你的選手跟裁判 可能要距離1m 然後所有跑者 就是你在路上走的動線都 你每個人之間都要有1公尺到1.5公尺的距離 然後所有轉亂員也要有一個社交距離 還有就是整個會場的人數 還不能超過當地法定人數的上限的一半 也就是說如果規定500人 那你不能超過250個人 這個250個人是包含選手裁判 還有工作人員跟家屬喔 也就是說觀看的人參賽的人 加起來不能超過這個上限的一半 所以這規定其實很難 你人在一個很空曠的場地 然後很少的人去比 然後很少的項目這樣子 好那我們官網上面也 也勘載了一個前兩天在丹麥舉辦的 那個是從疫情大爆發之後 第一次申辦的一個比賽在丹麥 只有38個人參賽而已 所以其實你可以感覺到他就是 現在的氛圍就是你要申辦是很難 所以幾斤考慮之後 我們決定今年玩12就不要走WCA認證 那不走WCA認證的話 就會有一些好處 就是說我們可以根據我們以往 因為其實大家知道 我們小羊套除了辦WCA認證比賽 我們也很常辦小型的趣味比賽 那我們會綜合這些趣味比賽的一些經驗 我們去設計一套這個有趣 但是又不失專業的大型趣味比賽這樣子 就有點像星光杯 不過星光杯的項目就是只鎖定在3x3嘛 那我們這個項目會 基本上跟WCA認證的項目都一樣 但是我們會把這個玩法 我們朝向一個更加有趣 然後緊張刺激的賽制來設計這樣子 所以有興趣的話 你去看一下我們小羊套官網 我們會把這個賽制設計的 感覺會比較輕鬆 然後不要那麼累 主要就是要有趣 可是也要加強玩家之間的互動 而且我會把這個 所有的比賽濃縮在一天之內完成 然後第二天要幹嘛 第二天就會來 藉由這個比賽 我們來舉辦一個 就是台灣前所未有 第一次針對玩家所舉辦的一個技術演習會 然後會請一些高手的玩家 然後分不同時段 在那個一樣的場地 跟各位分享 可能關於什麼進步啊 或是一些練習的一些心法 手法概念之類的 因為這不是針對不會的去開講座嘛 就是你基本上來都是已經會的 而且有的可能還不錯 蠻厲害的 那你可能會希望可以學到一些更高深的技術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大家一起互相交流切磋 分享一些關於魔術方塊的技術這樣 那這個活動其實在日本是行之用 只是台灣這邊的話 就是可能大家比賽就比賽 然後比較沒有說 針對分享技術來做一個專門的活動這樣子 所以這次玩12我會把它定調為是一個 大型的魔術方塊加年華這樣子 可是還是要考慮到疫情嘛對不對 所以總人數我還是會把它限一個上限這樣子 好那相關的一些資訊的話 就麻煩上到小安號官方網站 去看一下那個資訊這樣 然後這邊還是要強調齁 所有的賽程賽制 在開始比賽之前都還是有可能會更動 所以先去看那個上面寫的 然後在結束報名之後 我們還會根據報名人數 報名的項目 我們再去做一次調整這樣子 也不是說你今天看到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如果有心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是急著想要參加比賽這樣子 那我們也很緊湊的時間之內 把這個比賽把它擠出來 所以可能在一些事前的一些宣傳公告什麼 就做的不是很充足這樣子 那就請各位多多見諒 希望這個疫情趕快過去了 那我們之後的比賽也慢慢把它恢復正常 然後這一次這個玩12 我希望可以把它變成是一個讓我中開比賽 就是更加貼近一般人的一個活動這樣子 或許以後我們還可以朝這樣子的方向來舉辦這種 不是WCA認證 但是專業度什麼之類的精彩度 刺激度 不輸給WCA的那種比賽這樣子 OK好 那我是吳偉 我們就下次見啦 有問題的話就 影片底下留言或者是直接到我們粉絲專業去留言 好我們有時間就會盡量回覆你囉 OK我是吳偉掰掰